7月26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疫情防控第九场新闻发布会 在通报乌鲁木齐市最新疫情和核酸检测情况时称 目前,乌鲁木齐全市免费核酸检测工作多数区已基本完成 从今天开始,乌鲁木齐市将对天山区、沙伊巴克区等重点地区进行二次免费核酸检测 同时开展查以补漏 对于可确认病例,疑似病例有或密切接触的人员 通常需要两次核酸检测才能排除 对于去过疫区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 如果出现发热或呼吸道症状 一次核酸检测阴性存在假阴性的可能 所以也需要两次核酸检测才能排除 鉴于以上的情况 为了诠释各族群众的身体健康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对天山区、沙伊巴克区等重点地区进行二次免费核酸检测 同时开展查以补漏 张卫介绍,从国内其他地区的经验看 影响核酸检测结果的因素很多 比如检测试剂灵敏度 受检测人员的感染时间和排毒时间 标本取材时受检测者配合情况 以及检测环境、检验人员的操作熟练程度等 由于各种原因 核酸检测也会出现假阴性的结果 所谓假阴性就是指受检测者确实是感染者 但是核酸检测结果确为阴性 所以有必要对天山区、沙伊巴克区进行二次核酸检测 7月25号零时至24时 乌鲁木齐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8例 截至7月25号24时 乌鲁木齐市现有确诊病例135例 无症状感染者147例 25号新增的无症状感染者 也基本上都是通过全市免费核酸检测 主动筛查出来的 另据通报中称 国务院专家组和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专家 正在根据核酸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对疫情的发展做进一步评估 同时 为确保新冠肺炎患者救治有利、有序、有效 自治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统筹各方力量 在自治区传染病医院的基础上 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指导组的指导下 组建医疗专家团队 调动优质资源 完善诊疗方案 优化诊疗流程 全力开展救治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